各位好,我是辉sir 今天这个录影是谈负雷子眼颈的浓度 想做一个测试谈负雷子的浓度 给大家看看 其实之前我也拍了一个录影 也是谈负雷子眼颈 但那次的测试是示范了 如何防蓝光、防紫外光的测试 今次这个补充是做了 如何释放负雷子的一部器 做给大家看 在做这个检测之前 我们最新系列的负雷子眼颈 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首先它有一个欧盟的认证 就是一个安全的认证 而且它最新应用的 就是一种叫做塑胶钛 塑胶钛有什么用呢? 就是它的坚韵性更加耐用 而且是防热度到八热度的高温 使用性来说 比以前更加耐用 现在这个负雷子眼颈 我都讲一讲它的保健效果 这个就不细节讲了 因为之前的录影 我讲过防蓝光、防紫外光 比较详细一些 我这里只不过是补充的事项 如果一般的应用 其实负雷子眼颈 坊间也可能有很多 而我们银康社的最大特色 我们的负雷子眼颈系列 除了释放负雷子的浓度 还有还有一个软黄外线的释放 在现代医学 其实很多临床 很多报告都证实了 其实软黄外线 使我们视神经细胞 其实软黄外线 其实人体的细胞都会释放的 咸科的健康状况 这个软黄外线 其实软黄外线 其实人体的细胞都会释放的 咸科的健康状况 软黄外线的单位 其实波长应该是几多 应该是正常7至20厘米 可以有点上落偏差 以及负雷子来说 在很多现代医学的临床 证实了负雷子可以对付我们身体 一种叫做养孕游离基 现在我们的视神经 或者是白内障 或者有些非蚊症的成因 某程度就是和养孕游离基 蠶食我们身体 在我们身体养化之后 才有些病例性的问题 例如黄斑点病变 非蚊症、白内障 都和养孕游离基有关 如果你本身有吃开营养补充品 例如一般的所谓 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 如果你吃开营养补充品之外 如果你戴上这个眼镜 改善你的视神经的保健效果 我们叫做复合作用 就更加提升 稍后我开始做个示范 负尼子眼镜 我们有不同的系列 它有负尼子浓度的单位 现在我手上有一个 量度负尼子浓度的仪器 这个量度是如何量度 其实坊间的量度负尼子 有两类的仪器 现在这一部仪器 专业是量度的仪器 我们现在这个眼镜 是如何释放负尼子 其实它是如何释放一个负尼子 其实它里面有一种物理 叫做电气石 这种电气石 可以释放负尼子 和释放软红红线 但这类的电气石 并不是一般所谓的电气石 因为坊间有很多种电气石 这种释放的浓度单位 会更强 而这部仪器 专业是量度这一类的 比如这些矿物石 释放负尼子的浓度单位仪器 因为有一类的负尼子 是如何释放? 是通过一种电极 来产生负尼子 那一类就要用另一类的仪器 来量度负尼子的浓度单位 而这类本身 这个检测仪器 就是量度的矿物石 在空气之中产生浸频 而释放负尼子的浓度单位 所以有所不同 现在我桌面上 其实有不同系列的负尼子 硬镜系列 我们有些防光害系列 有些是太阳眼镜系列 有些是六合一的系列 首先我说一说 这个是五合一的系列 五合一系列是如何? 除了负尼子眼镜宽 可以释放负尼子和软红外线 镜片可以挡蓝光 挡紫外光 挡电磁波 这是五合一系列 另外我们有一个经典系列 经典系列 这是我们传统最初出现的时候的 负尼子眼镜 这个是有负尼子和软红外线消放的 同样地 它也有一个镜片 这个镜片 只是一个平光的镜片 没有传统所说的 挡紫外光 挡蓝光 挡电磁波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典系列 但如何都好? 它全部的眼镜都可以释放负尼子和软红外线 这样的 好了 我现在开了这部机 就量度一下负尼子的 好了 我们可以试试量一下 空气的负尼子浓度有多少 因为空气是负尼子的 我们看看负尼子大约多少 现在它正在感触 通常只有100以上都不错 加上这里有很多负尼子眼镜 不多不少都会有些浸频 多负尼子浓度 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就是283的负尼子浓度 这是周边空气的浓度单位 如果你用正宗的量度负尼子 就是验空气的负尼子那种 那种 如果有时候有利东道的量度 可能是负的 是正的 正100、正200 那些是不健康的浓度单位 好了 现在我们再度一度 我身边不同的负尼子眼镜 浓度单位 好了 先量度一下 这个经典系列 这个 大约10年20秒就可以了 通常负尼子眼镜 去到800以上 我们都说是不错的 负尼子眼镜浓度单位 对保健的效果都不错 好了 这个是给大家看看 是1188的负尼子浓度单位 好了 我再量度一下其他 我们有一个就是五行水晶系列 这个是六合一的眼镜 它加上是漸变的 好了 我再按一按它 看看 它现在正在浓度 浓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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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圆形系列 这个圆形系列 本身有一个炮纹设计 这个是最深刻的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看看負利子輪導的數量 這個不錯,有1689個負利子輪導單位 這是我們最深刻的豹紋系列 大隻一點,圓一點 再量度這系列,就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防光害系列的負利子眼鏡 本身是五合一的 這個就是1510 其他的我不讀了 我們在盈刊社 其實我們有六個系列的負利子眼鏡 當然,款式不同,價錢也不同 某個程度,看你的心頭好 其實負利子眼鏡最好 有時候我建議,如果有興趣的客戶群 上來試一試,戴又好些 因為不同的顏色,襯托人 有時候可以變成另一個人的樣子 如果眼鏡配搭得好 人可以穿了一件服裝 人都可以讓人看上去 脫俗些 或者清爽些 今天負利子眼鏡的負利子濃度 我今天測試到這裡 如果有疑問 或者對這部眼鏡有興趣的 可以私下聯絡我們盈刊社 多謝大家